台北市長柯文哲待在家 形成全喊咖 因為 明顯的兩條線 柯文哲展開居家隔離 網路意願 然後就直接有帶健保卡去 多多多 五分鐘就全部做完了 有人很好嗎 點點頭比出OK手勢示意 走進人群排隊進行PCR採檢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透露 自己快篩陽性 那 其實就是一直像剛剛就是這樣子 就是喉嚨覺得癢癢的 可能星期五 在立法院開會的時候 會場裡面可能病毒已經散佈了 尤其是當天我們有喝咖啡 短暫的可能脫下口罩 懷疑病毒在立院散佈開來 柯文哲和高嘉瑜都在同天 一前一後對外宣布快篩陽性 迎來外界好奇 兩人是否有接觸 很多人在問說 剛好柯文哲市長也是快篩陽 那我也今天快篩陽 是不是我們兩個之間 最近有什麼接觸 那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見面 所以人不是我台的 兇手也不是我 二十號立院開會 坐在他旁邊的民進黨立委邱志偉 同樣快篩呈現兩條線 國民黨副秘書長李燕秀 也在臉書宣布確診 政壇國民黨 民進黨 以及五黨籍多名立委 相繼染疫 至今累計超過十五名 本土疫情燒進政治圈 三天新聞 魏文軒 SNN小組 台北報導